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有註冊好帳號之後呢 您看我們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S-Mine雲端 你就可以在這邊直接進去 當然雲端也可以直接在網路上登錄 不用軟體也可以 只是功能沒有像有軟體的這麼多 但是都是可以用 你看點進來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檔案都在上面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哪一個你就點兩下 它同步完之後就會幫你下載下來 好這個檔案比較大一點點 來你看一下 新字圖也不見得一定要很那個 有沒有發現還蠻自由的 有沒有人有用過類似新字圖的一個軟體 也有很多現在也有雲端的其他的 那我會選擇用S-Mine有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就是他的圖看起來比較漂亮 哈哈哈哈 就是他可以做的東西比較漂亮一點點 在視覺上是相對比較漂亮 那你往下看 你看我這個檔案 其實為什麼我們平常需要用這樣去做規劃 有一個很重要的 剛剛我們用Focus Guide 這是最後簡報的呈現出來對不對 但是你會一開始就用那個做嗎 我不會 為什麼 人是善變的 我今天想到的 跟 我一開始想到這個主題之後 到我最後 我來這邊講這個主題 中間是不是會有一段的時間 那我在思考過程裡面 也許我本來想到 喔今天可以講什麼可以講什麼 講到10點 結果後來思考一下 欸這個不對可以再改一下再改一下 有沒有我們中間會一直變來變去的嘛 就好像開會一樣 可能中間的過程會有很多的轉折 但是呢我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記錄下來就變成我的什麼歷史對不對 那你看喔 我們用新制圖軟體 他們都有一個很共通的一個特點 就是一定要夠靈活 一定要夠靈活 比如說欸我覺得這個東西 欸跟什麼也有關係 我可以隨便的 有沒有跟它相關聯 啊這個弄錯了我就把它丟過來 有沒有覺得這樣很便利 我們如果用紙本 或者你用Office 用Excel 你應該知道會瘋掉吧 哈哈哈哈 雖然我們的那個Office裡面也有類似像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叫做流程圖的概念有沒有 可是有像這樣好改嗎 沒有 那如果你有些參考資料可以放圖片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加超連結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超連結 是不是這樣就比較OK 甚至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看一點了它就打開有沒有 然後呢如果你有需要它也可以插入附件 有注意到嗎 甚至註解啊 哎呀這個地方我要注意一下 有什麼要注意的 這樣以後我們在看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就比較清楚 哦這有個地方要注意的 這樣你了解那概念了嗎 好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這個部分對我們在規劃階段很重要 我們用Focus Guide只是讓它 就是最後呈現出來 像那個樣子而已 可是呢我的規劃過程 像您可以看到我這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從2015 2013 2016 我持續更新啊 那你不覺得下面這個夜遷看起來很熟悉嗎 像各位用什麼軟體 對啊 這樣是不是有更多的東西 其實你說我用新制圖可不可以做簡報 答案是可以的 只是是付費版 在這裡有沒有發現 也可以啊 沒什麼不行 只是我覺得這裡醜醜的 這樣對不起大家眼睛 所以我只是通常規劃的時候 我會用這個方式做 那因為它現在又有了雲端嘛 所以對我來講更方便 我今天不只是在所謂的辦公室或家裡 我只要走到哪邊 我都可以馬上同步 以前我必須要把它放在雲端另疊 我才能夠同步 現在不用啊 它就提供1G的空間 這樣就使用起來更方便 好使用起來更方便 那在這邊呢 甚至它可以做超連結喔 有沒有前往主題 按一下 哇這個主題不見了 哈哈哈哈 被我刪掉了 就是它的連結可以連到其他的頁籤 這樣了解意思 如果你要當作類似像做簡報的時候 也可以一樣的概念 一樣的概念 好 那我們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就真的重新來做一個試看看喔 好你看從這裡 如果你要建一個新的 假設你是在雲端的 你可以建一個新的 就在雲端裡面 等一下齁 在雲端的 新建一個 在這裡 建一個新的 好 它一樣有空白的也有範本 有看到了齁 所以如果你直接選空白 反正就是選樣式而已啦 就選樣式 那範本的話就是內容都有了 內容都有 直接進去改 老實講 如果你只是在規劃階段 漂不漂亮 不是重點 好不好用才是重點 了解齁 只是通常 因為要研習的部分 我大部分不會把 像FocusSky這種簡報印給你 你不覺得我今天很吝嗇嗎 我只給你A4一張 小小一張而已對不對 不過一般來說的話 那我如果像其他的那個 給你們看一下 如果是我們剛剛的那個 雲端的這裡 我剛剛有打開這個 像這個 我們講過的這個 這個因為資料比較多 有沒有 資料是比較多 所以我 如果你上一堂 有來的 我至少給B4的 不會給A4的 也是一張就解決了 這樣了解 不管要印那麼多紙 實在是不好意思啦 太浪費了 你回去 墊在便當下面也是 有點 可惜啦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會像這樣 你看我在這裡沒有放很多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真的 開一個新的 從這邊 看你是要用範本還是用空白的 我平常我是比較喜歡用空白的 我不挑 點到它之後 下面有幾種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有沒有 全部都是空的 可是你就會照這個樣式去產生新的 好 產生新的 假設我就用這一個好了 點到它 爽呀的 現在沒有嘛 所以回味一下 夏天才有的 哈哈 有沒有進來就空空的 中心思想有沒有 哈 阿亮不是有一首歌 孔子的中心思想四個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新制度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就是 好像作文題目一樣嘛 我今天有這個 然後就開始這樣 請正 好比如說我的 中正大學 然後呢 你可以增加下一層 一般我會用快速鍵 為什麼 因為熟悉的嘛 鍵盤上 有沒有一個 在 大寫上面那個要怎麼念 大寫的上面那個 TAB有沒有 那個就是建立下一層 有沒有注意到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好 按右鍵我也是不反對啦 插入 他有分 同層或什麼 分支嘛 分支就是下一層的 假設我已經在這裡了 我要同一層的 就是屬於什麼 是不是同層 但是你應該知道 看最右邊 按Enter有沒有比較快 還是你按右鍵再選比較快 所以平常我是這樣子用 就是如果點到它按Enter 有沒有產生第二個 按Enter 有沒有第三個 按Table 有沒有下一層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那麼今天你要拿過去 你就隨便了啦 管它的有沒有 你要怎麼拿都沒關係 而且呢 我們剛剛選的那種樣式 如果你不喜歡 你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架構是屬於新制圖的 新制圖的原則上就是 好像一個 順時鐘的那個 時針一樣 這是最原始的 但是有沒有很多種 你也可以變成類似像組織圖啊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它每一層都可以設定不同的 所謂的新制圖的架構類型 我做一次給你看 來 你看我現在先新增幾個 我用複製的好了 好像這樣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目前用的都是新制圖 可是我來到這邊之後 我覺得這個用這樣不好 我想要改一下 我可以把這個地方排成樹狀圖 有沒有馬上就變了 這兩位同學 有這麼神奇嗎 今天捷克沒來 有沒有簡單 好那你的呈現樣式還有什麼 你看這個折線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的 右手邊有沒有發現折線可以改 你可以用這種啊 也可以怎麼樣 用圓角的啊 你都可以選擇 甚至那個直的都可以 比如說我這個主題跟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用過這個 有相關聯的啊 你就跟他講 這個是跟他有點相關 然後呢 你可以在裡面做一些什麼 註解 這裡面 這樣清楚吧 是不是就很靈活 然後我做到這個時候 這裡 要蓋瓜一下 你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叫做 叫什麼 瓜虎總結 看一下就知道 這樣了解吧 所以 新制圖 軟體不管他 做得漂不漂亮 一定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夠靈活 因為我們思考是很活的東西 你不能說做太死 做太死的話 那就很難用 比如說啊糟糕啊 對齁 這邊還少兩個 把他丟進來 跟他同一層 可不可以讓他變同一層 往外推 有沒有 往外推 有沒有同一層 有沒有自動刮虎就變大了 如果你不想要變大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不包括第一個 這樣夠靈活齁 所以你先嘗試一下好不好 什麼主題 沒有關係 但是你先試看看 軟體的操作概念 是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每一層 每一個裡面都可以 獨立的去使用它 這是最重要的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我就直接用什麼 用他內建的範本也可以 只是平常我是 如果我自己規劃的話 我寧可 越簡單越好 都是從最原始的開始 但是要給人家看了 我就會 稍微調整一下 在意一下 所以我常常會用什麼 不同的頁簽 也就是說我平常思考的 是用葉簽的方式 可是我要印成講義的 我會稍微整理一下 會稍微整理一下 讓它印出來的時候 比較好看 然後又可以比較節省那個紙張 這樣OK齁